科技相关的股份 美团和京东应该如何选择 美团有最新消息就是 联合子创人和高级副总裁穆荣君 上星期大手减持了16万股美团的B股 平均作价196元左右 套现3200万左右 这两只股份 其实你刚才说科网股的时候 都说低位都上升了不少 如果这个朋友Kathryn真的很想买的时候 你会建议她如何选择呢? 我觉得其实如果在美团或者京东的角度 我第一我两只都会等待回调才做 如果你这个价格你再减逼我追的话 其实我真心我真是无意的 谁让你拿着枪指着我的头 那我没有办法而已 否则没有心病威胁的情况之下 其实我有选择自由意志 那我真的不想在这些价格去做 特别是美团 因为美团由我低位已经反达了一倍 而在一倍的基础之上 你讲讲市值的膨胀 膨胀了接近6000亿以上 6000亿这个市值的膨胀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来的 而这个数字也都是 非常大程度 是反映了可能说外卖车做得不错 无利率也都是扩张 那并且说外都受惠可能是疫情流感化 或者是中国是真心地开始放肤的政策 令它可能是出油的那一部位都进一步来说 做得是会做一步向好 那这些是所谓做得好的事实做得好的憧憬 在膨胀了我觉得6000亿以上的市值 已经是整个价格了 我觉得更宽一点 那变成在这个价位再追的话 真心再向上的空间似乎不是太大 可能最多都是给你10元20元上升上去 那当然了 你说我20元我都要吃尽它 我20元对我来说很多了 那如果你这样想的话我没有办法 但是对于我们基金经理的角度 就是一些旁议巨物升10元和20元 对我来说转不了身 就是不足够的升幅 就是变成是对基金帮助又不大 但是回来的时候 一回40元就一定被人笑了 所以老实说美团和京东 如果大家斗回调的话 除非美团回得很多 那我来说如果两个股份加 我会选一个估值比较正常一点的京东 那我会选择 假设两个股份的幅度是一样的 可能只有10%到10% 那我可能会选京东